同學們好,來看一下上面這個中興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這個研究所考題看起來上面的相似蠻多項的極數 但是如果稍微化解一下的話 會看得出來它是可以變成一個我們比較習慣用的一個簡單函數 我就把裡面每個相似都提出一個T之後 發現說後面這一部分剛好是exponential的負T次方 各位同學,這個概念就是考同學有沒有極速展開的概念 極速展開的概念要用一下 如果同學們能夠像我一樣看出右邊這個,瓜五右邊,這個T的右邊 瓜五的部分是exponential負T次方的話 那應該可以很快聯想到一些拉斯轉換相關的一些公式運用 拉斯轉換的公式運用寫旁邊一下 在時間域的函數跟頻域的函數有一些對應關係 其中有一個對應關係,我可以用看看的 叫做s的頻率定理 它說,自然直算數乘上f做拉斯轉換的話 它會把f裡面有這個變數 裡面的變數會變成s-a 這個概念我想要用一下 由直算數相乘 所以我把直算數的對應關係用一下 a對應到-1 所以這個相當於說是exponential f over s-1 相當於f over s-1 而這邊的大f 如果是當作s的函數的話 它相當於是把小f拿來做拉斯轉換 對不對 小f的話就是t對不對 這個相當於是把t拿來做拉斯轉換 各位同學,我們的推導過程中 我有在其他單元證明這個 t的拉斯轉換對應到s平方分之1 把這個運用一下 就可以找到我問題的答案了 t做拉斯轉換的話是s平方分之1 但是我需要把s換成s-1 所以這個的話會對應到s-1的平方分之1 答案是這個 以上請同學們參考 謝謝大家